这原本是一把普通的巅峰赛 直到我在旁边看到了奶酪 我才知道这把是巅峰撞好友了 给他发个消息让他知道是我 虽然我不知道鹅蛋人机局 为什么也能撞好友 但相见即是缘分 我决定在决赛的时候 给他一场永生难忘的巅峰赛 喂喂喂 奶酪 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你就跳一下 听得见你就跳一下 好 那既然有缘让你 我在这个巅峰中相会 请问你想要这把鸡吗 OK 想要是吧 好 那么身为你的老蛋鸭子 那这鸡就让给你了 那么话又说回来了 这鸡让给你 你能好好学习吗 那好好学习你就跳下去 行 那么这把鸡让给你之后 你可以好好学习 然后报答爸爸 报答妈妈 报答爷爷 报答奶奶 报答姥姥 报答姥爷吗 好 看得出来你很想报答 行 那么 那么如果说这把鸡让给你之后 你会自己上厕所吗 会你就跳一下 好 那这把鸡 我给你了 那么如果说 这把鸡给你之后 你能够现在蛋蛋派对 好好上学吗 我太难了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走了 那么如果说 这把鸡让给你之后 你能够好好剪视频 好好干活 好好更新 好好玩蛋蛋派对吗 崩溃啊 我真的崩溃啊 能不能 那你就跳一下 走了 那么如果说 这把鸡让给你之后 你能卸在蛋蛋派对 卸在老板荣耀 卸在欢迎人者 卸在和平精英 卸在第五人格 卸在原神 卸在 卸在自己吗 那你就跳一下 好 那这把鸡 我就让给你了 都没打我 那么如果说 没打我 我 我也不打我 Sor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